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20岁女子马德琳 Needline 日前在纽西兰参加一场音乐祭 她上空在会场中走动时 竟遭陌生男子从后方伸出路上之脚 马德琳与有人随机追上 痛恶对方反击 过程被一旁民众拍下 引发网友热议 综合外媒报道 20岁的美国女子马德琳与 有人去年12月31日参加纽西兰一场音乐祭 马德琳上半身没穿衣服 紧在胸部上涂抹颜料 不料走在路上 竟引起好色男子的觊觎 随后尾随其胸 男子抓了马德琳胸部一把 后跑回自己的位置上 马德琳与有人立刻回头找男子算账 有人将饮料直接泼在色狼脸上 马德琳更是朝对方出全招呼 路人将这过程拍下上传 在网路上引起讨论 许多人支持女方事实给色狼的教训 但马德琳上空的打扮也令网友大作文章 认为她在公众场合裸露胸部的举动 是在勾引好色之徒 被其胸刚好而已 面对网路热议 马德琳亲自出面表示 我上空不是问题 问题是有人尽可以在未经本人的同意下随意触摸其身体 她强调 我的胸部不是性玩具 他们这不是一种性暗示 马德琳称 裸体并非负面的形象 人们生下来就是裸体 她就是喜欢裸体 为什么有人还需要被教导说 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 没经过你的痛 一 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触摸你 不管是穿什么还是没穿 马德琳还透露在痛恶色狼后 有路人过来跟他们说 我希望我也有这样的勇气 是我也会这样做 令她感到欣慰